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空污污问题,新政院今日就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进行讨论,但外界也担忧政府此举恐会对石化钢铁等产业造成冲击。 对此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经受访表示,空污相对贡献度较高的企业基于社会责任应承担更多污染防治措施,他甚至点名台塑集团赚那么多,把污染防治做好一点也不过分。 综合媒体报道,詹顺贵上午在环保署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,钢铁业石化业是空污相对贡献度较高的企业,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应要求承担更多污染防治措施,环保署希望能采用含流量比较低的方式发电,空污防治策略污染物排出来的比较少一点,企业还是可以依照产能来做, 但该进的社会责任也要做。 詹顺贵更以台塑集团为例,他说这几年陆续有对台塑六青的排放标准加盐,但台塑2015年的税后盈余是1400多亿,2016年是2000亿,今年前三季则是已经1600多亿,估计今年一定是超过2000亿。 赚这么多钱,拿3%、5%把污染防治做好,一点也不过分。 至于燃气发电不受总量管制限制,詹顺贵解释这是经济不提出的,但环保署坚持必须在紧急应变,维持正常供电的情况下,燃气才能不受总量管制的限制并非现在常。 规信的燃煤将在旧启动,同时虽然尊重行政院的才是,但最终空无法还是必须决战立法院。